世人不信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因果故事。 一男子杀杨时,杨竟然开口说话,当场曝光。 自己在畜生到轮回五百世,只因前世的一个恶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发生在印度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印度,每次祭祀、祭祖的时候,都会杀生来祭奠。 一次,专门负责宰羊的男子,像往常一样宰羊钱, 让徒弟们带着这只羊,带到河里洗个澡。 谁知,就在他们刷羊毛时,羊突然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叫声也非常奇怪,吓得大家赶紧把羊牵回去。 见到负责宰羊的男子后,羊突然开口说话了。 他说,很久以前,我也像你一样杀羊来祭祖, 因为造了这个杀业,沦落在畜生道五百世, 被人砍断我的头已经四百九十九次了。 我笑是因为这是我在畜生道的最后一生, 从此以后不再受断头之苦。 我哭是你为了祭祖而杀了我, 你将沦落在畜生道,被砍头五百次。 因为可怜你,所以我才哭了。 男子半信半疑,于是说,那先不杀你了。 羊对他说,不论你是否杀我,我今日难逃一死。 果然当天,羊在草栗上吃草食, 伸长脖子却吃一个大石头厚的草食, 突然天空出现一道闪电,击中大石头, 把它劈为几块。 一块锋利的石片飞向山羊, 正好把羊头切断。 一时间,这件事传遍了整个村子。 大家纷纷表示,这件事太离奇了。 从此以后,这名男子再也不敢杀生了, 还专门把羊埋了。 墓碑上写了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再也不要杀生了。 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 举头三尺,有神明, 多行不义,必自毙。 奉劝大家手下留情吧, 愿看完此故事的每一个人, 都能法不失给身边朋友们, 并向我们伤害的众生真诚地忏悔解怨, 因为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因果。 而且,现实中也经常发生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的案例, 比如这些。 男子炸鱼,反被炸伤。 两名男子乘船捕鱼, 他们不是钓鱼、网鱼, 而是选择用他手榴弹去炸鱼, 因为这样收获会很多。 谁也没想到, 接下来的一幕惊呆所有人。 其中一名男子将手榴弹扔向水中之后, 本该在水下爆炸的手榴弹, 刚一接触水面便在船侧炸了。 不仅没有炸到鱼, 反而将两人的船炸毁, 导致受伤。 这难道不是冥冥中注定的因果吗? 屠夫杀猪, 反被猪杀。 在四川的一家屠宰场, 一屠夫在宰杀猪时, 当他把刀戳进猪身体里, 并没有取出来。 右手准备拿盆子接血时, 猪脚一蹬, 顺着惯性, 血就把刀给喷出来。 谁料, 刀恰好砍在了他的脖子上。 最终, 当别人送到医院时, 已经身亡了。 人杀猪, 反被猪杀, 不正是因果自有报吗? 古话说,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伤害无辜动物的生命, 最终报应就会落在自己身上, 这就是因果。 就像用力打别人, 自己的手也会很疼一样。 请大家切记, 以下这六种情况下, 千万别杀生。 因果报应最为厉害。 祭祖不要杀生, 生子不要杀生, 生日不要杀生, 宴客不要杀生, 祁嚷不要杀生, 迎生不要杀生。 回看我们今生的种种遭遇, 不正是因果的报应吗?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各种各样的怪病, 这就是前世或今生杀业重的报应。 正所谓, 欲知前生世, 今生受者世, 欲知来生世, 今生做者世。 所以说, 我们要真正地悔改, 向善, 对前世今生我们伤害过的生命, 虔诚地忏悔, 请求原谅。 要知错, 改错, 事不再犯错, 而且一定要切记, 事不能做得太绝, 力不能看得太重, 人不能做得太狠, 唯有行善止恶, 才能积累无量福报, 福泽子孙后代, 绵延不绝。 在佛菩萨眼中, 不希望每个众生受到伤害, 尽可能地教化大家, 希望早日幡然醒悟。 今日, 让我们一起来接力, 念诵佛菩萨送给我们的忏悔文, 向我们做过的错事, 伤害过的众生, 真诚忏悔, 字字消灾, 行行增幅, 法不失给身边的人, 一起忏悔。 忏悔文, 今日来认错, 皆厉忏悔, 弟子今日在佛前忏悔, 往昔所造的一切恶业, 皆由不使贪嗔痴, 从身与异之所生, 一切业障皆忏悔, 一切都是我的错, 前世错和今世错, 人活世间莫自傲, 一丝不顺须内着, 改恶向善真忏悔, 今向众生来发露, 杀盗淫妄我错了, 不孝父母我错了, 不敬师长我错了, 心生猜疑我错了, 邪知邪剑我错了, 毁谤三宝我错了, 误解师父我错了, 供高我慢我错了, 自以为是我错了, 好为人师我错了, 心存邪念我错了, 愚昧无知我错了, 执着贪念我错了, 对人恶语我错了, 心量太小我错了, 说人长短我错了, 看人缺点我错了, 不会微笑我错了, 话多造业我错了, 光说不做我错了, 喜听好话我错了, 怨恨领导我错了, 夫妻不合我错了, 教子无方我错了, 邻里不目我错了, 身体有病是我错, 愿人管人是我错, 做饭不香是我错, 死要面子是我错, 与人争礼是我错, 怕苦怕累是我错, 着急上火是我错, 带人不热是我错, 贪财好色是我错, 争强好胜是我错, 毛病太多是我错, 秉性不化是我错, 对方生气是我错, 犯点私心是我错, 无数过无数错, 我不犯错谁会错, 真心诚意来认错, 改邪归正做四好, 世间本无是何非, 都是我值在作怪, 一切都是我的错, 一切都是我的错, 无量罪账我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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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忏悔文可以帮助更多人, 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更好的忏悔修行, 能消除忤逆十恶重罪, 另外,忏悔除了可以除罪, 只非意外, 我们也可以很积极地 去祈求善法, 勤修善业, 就是说, 为生善令生, 以生善令增长, 这样就可以破恶, 破恶就是生善, 生善也就是破恶, 虽然意里好像是两个, 其实它是一体, 不二的, 在石柱批驳沙论说, 于诸福德中, 忏悔的福德最大, 因为它可以除业障罪物, 也可以得到这个善行, 菩萨道行, 我们在忏悔以后, 也有劝请, 随喜, 回向, 我们这样子来修忏悔的这个法, 就跟修三解脱门, 空, 无向, 无愿, 是无益的, 忏悔不但功德大, 力量也强, 对自身是有很大益处的, 所以师兄在忏悔时, 内心一定要真诚, 这样才是真正的认识自己的错误, 才是真正的去改正, 最后, 希望师兄们念完之后, 请你将此事品法布施给朋友, 得佛菩萨慈悲加持, 定将福慧无穷无边, 福择全家, 法布施一次, 自利利他, 让更多人也种下善根, 你也会获得无量功德, 种善因得善果, 种恶因得恶果, 快发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 深信因果, 这也是做了一件大善事, 请善心传递。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佛光铸造全家, 其如意伴您永远。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